中国快艇巨简翻覆 造成两名中国渔民不幸罹难 今天大陆泉州市红十字会 在早上十点多 也派员陪同死者家属前往金门 并且接回两名身还的渔民 不过面对泉州台办质疑执法粗暴 还宣述也再次强调 船长是没有驾照的 因此整个查期的流程都是依法来行政 那么现在也会跟陆委会来配合 提供中方家属最大的协助 可以回家超不开心 这套衣服是海巡买给你们的吗 两名中国船员穿着台湾海巡 协助购买的新外套 坐在贵宾市朝镜头挥挥手 回家前貌似心情还不错 在海巡署人员的护送下 随后搭乘小三通回国 另一方面法师宋文超度气氛素末 两名翻船不幸死亡船员的家属 则是忙着帮亲人办理后事 二十二上午十点多 泉州红十字会派员陪家属 前往金门办理丧葬事宜 而泉州台半级海巡署 也在殡仪罐前展开激烈交锋 台海巡部门粗暴驱离福建渔民 此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 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的真相 舰队分署听闻中方批评 海巡粗暴执法连忙澄清 强调翻腹渔船的驾驶 没有驾照查期流程全市依法行政 没有用什么粗暴的方式 请你用词的部分要修正 我们是依法行政 对于越界的陆船 本来就是我们海巡署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本质 这个船长根本没有驾照 本分署会尽最大的努力 协助家属完成后事所需要的安排 海巡署表示会尽快出面还原事发经过 现阶段则以渔民和家属为主 会全力协助伤后